这里面有很多龙头人参,人参龙头的这种,像大多说,提得着龙的这些都是所谓某个山的那些神了,神级的 那他们管的那些兽呢,那也都是,反正就不如他们,也不兽,感觉是这种,还是说在这个,没有计划的人形, 不如现在所谓神仙,都是人行人身难得,中土难得,中国呀,国法难求啊,这些都是最重要的,那今天我们都做到了,是不是你应该真正的走下去坚持下去呢,顺道而行的,最重要你内心这样也是会快乐的呢 而且将来会好啊 那个山海经,就是那个时候应该是,就所谓人神公治,就是妖族成天下 因为在那之前呢,就是,比如说太极,成一阳,一阳二七,可能十花万十万物,那四象呢,就是四象神兽的时间,之前就叛古开天 然后,变成龙汉亮剑,就是四象神兽,那又巫妖亮剑,那都是可能是,啊,多少多少万也可能,那在过去说那多少亿呢,但是这个,那怎么那么巧还在地球呢, 我说地球是说明只有五十亿啊,就是太阳只有,就不过如此而已,很多问题我们要去慢慢去压 啊,然后后来那个乌妖呢,那个时候还在上面说了,很多就是通天地之间啊,这个这个通道啊,也换一个个的 啊,下街之后,皇帝下街之后,他管辖什么,还谁管辖,上面说的经历主 只不过现在我们想象不到,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制度,怎么样一个地方,天上所谓 还有这个山海经啊,很可能那个时候的连山意义,就指的是这个 因为他山连山,他大多数以山为主,以河为水为辅 然后说的这些,都不过,那那个时候就是这里,反正还是感觉是野蛮的那种感觉 包括写的文字,那种就是感觉他就是继续文 他没有现在我们说的议论哪,有一些观点哪,抒情哪,抒发一些情怀呀 啊,这种文章他不会写的,这些留言条,人家小孩子写的留言条都不舒服 但是,描述的清清楚楚 这本书可以买一下,就快据了,在店里有 哎,也支持一下,现在我真的,不然你说话,让加盟讲,给个坑门发销 这个很难过,每个月三百块钱,但是也能活,因为内心脏是快的 频道,注定就要修得好的,像经理一集,反正怎么就学会,这样子才能成长 证据过年前也好消息,希望社会舆论也是一个方式,看看 反正,大家有钱的捧个千场,有人的捧个人场 难来的没往,没人又没钱的,时间长了,我就把家里放上一躺 有新式的同学,你可以按照他上面说的山河的走向,真的能够有可能画出一个当时世界的地球的这种 因为你比如说他这个东山经,但是他这个,并不是往东走的,而是往南,走着走着到西南 跟你说的特别轻了,多少理啊,多少理啊,说的很具体 所以说到哪儿就是海呢,他虽然没提,所以说你就按这个山这样画,那就是海,另外就是海 看书一定要这样看 看书一定要这样看